经过几天的沉淀,娃哈哈送花的讨论已是有了大致的结论 但还缺一些实证,所以这一期up主打算换个验证角度 从张老师的微表情和微行为上分析一下这束引发关注的花究竟是谁送的 首先在这束花刚送上台来的时候,张老师并没有表现出意外或者惊讶的情绪 他看了工作人员一眼,视线就转回了主持人的身上 显然在这个时间点上,这束花并没有引发张老师太多的关注 多半被当成了活动流程的一部分 这种平淡的反应,直到工作人员将花举到他的跟前 整束花向它的方向倾斜时,才突然有了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当张老师的视线下矣,仔细去看这束花的过程中 忽然就出现了挑眉的惊讶反应 那么为什么花刚被拿上来的时候,他不感到惊讶 反而是细看时,忽然就炸毛了呢 从逻辑上讲,这种前后的对比说明,张老师并不在意送花这个环节 毕竟商务活动里给代言人送花很常见 所以真正令他惊讶的,其实是这束花的细节本身 因为视角遮挡的问题,在花束刚被拿上来的时候 整束花面向张老师的一面都是以白花为主 大量纯白底色的花,挤占了花束测试图的大多数空间 以视觉捕捉的习惯来讲,我们会率先看到离我们最近的细节 所以在张老师的视角里,这只是一棚以白色色调为主 蓝色包装纸做底色的普通花束 但当花束向它倾斜,整束花的全貌逐渐清晰时 一些初见时没有留意的细节,才真正被它捕捉到 他忽然就发现在一堆小白花中,还藏着两小错蓝色的绣球 也就是首唱会士郡司送过的吴静夏 而伴随着张老师发现这些蓝色小花 他也瞬间出现了挑眉的惊讶反应 惊讶反应是最大的漏勺 因为这等于默认出现的事物对你来说很特别 以至于可以引发情绪反应 所以吴静夏对于张老师来想有着特殊的地位 甚至在他的潜意识里,默认了这种花不应该出现在活动中 于是他看到后的第一反应才会是挑眉惊讶 所以面对自己的发现 张老师先是不敢置信的看了主持人一眼 转而又有些怀疑自喜 立刻低头再确认一眼确实没有看错 花术里的确有吴静夏后 事件次转去了送花的工作人员身上 张老师视线在主持人和工作人员的脸上来回切换 显示想从这两个人的身上推断出送花这一段是不是台本的要求 结果却发现主持人也不在状况内 于是他只能自己有意识的低头 再去看花术中的寄与小卡片 但刚一看清卡片的内容 他的手就触电一样缩了回来 整个人后退 张老师这次的反应 不同于识别出吴静夏后 以闪及时的惊讶 这回的震惊程度和级别都更高 以至于肢体都表现出了明显的退缩 那么是诸服卡片上写了什么惊世骇俗的句子吗 平静而论 这句话作为寄与卡片来讲非常普通 并不具备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既没有署名也没有个性化的留言 但张老师在看过之后却是整只喵都静着弹了开来 他的这种反应说明 那个乍看很寻常的祝福语 对他来讲非常熟悉 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是卡片的书写格式他曾经见过 还是说这个表情符号他看着眼熟 但不论答案是哪一种 对于张老师来讲 当这张卡片和无尽夏的搭配出现时 他的某些记忆瞬间就被激活了 立刻锁定了送花人的身份 而且张老师很确信 主持人不会知道 无尽夏和小卡片的搭配其实就是送花人的署名 所以他才会下意识的去地台阶 帮着打掩护 但没想到对方此时已然被打乱了节奏 下意识找来的万能答案反而穿了帮 而张老师在听到主持人的话后 表情也出现了一瞬的僵硬 因为他已经意识到 这种不自然的对话等于暴露了这束花 并非来自金主爸爸的馈赠 那么这束花究竟出自谁的手臂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有必要看一下张老师对这束花的情绪态度 首先在确定了卡片的内容后 他虽然出现了一个后撤动作 但一支架在身前的左臂 在退后的过程中却下意识地垂了下来 手臂的动作是一个人防御心理的体现 当你对一个物体充满戒备和抵触心理时 你绝不可能把挡在身前的手臂移开 让这个东西怼在你的脸跟前 所以这说明张老师对这束花的接受程度很好 惊讶过后就很自然地想接到怀里抱着了 而在退后的过程中 他一直有些僵硬的嘴角和眼角也忽然活跃了起来 虽然是在向后避让 但猫猫文却是笑了出来 一瞬间表现管理失效 内心的雀跃感浮现在在脸上 他这种小激动的心情始终存在 需要不断通过咬嘴唇控制表情 同时这个小动作也是有话不能明书的下意识反应 伴随着他看向主持人是平凡的眨眼 不但看出张老师虽然很开心 但也有点给人添麻烦后的不好意思与心虚 说到这里 蜘蛛夹杂着无尽下的花究竟是随送的 答案就已经出现了 这是一个曾经给张老师送过同款无尽下的人 而且送过不止一次 以至于给普通的蓝色绣球都赋予了特殊意义 这个人对张老师很特别 哪怕对方横插一杠送的花 打乱了他伤演的流程 依然不会让他觉得唐突 反而会露出压抑不住的开心 与此同时 这也是一个能让张老师帮着在人前打掩护 并且会为他感到紧张和拘谨的人 这么特别的一个人 除了喜欢故意去问爱的郡子 是不是再也找不出第二种可能性了呢 好了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姐妹弟的一键三连 咱们下期再见了